還是我們同時 有點來不及了 史上最隨性的開箱 眼睛都不要閃 比較快 藝人王思佳主持網路節目 前進台中來到直播主版媒的豪宅 映入眼簾的是一堆還沒開箱的精品包 明明不久前才在另一個空間開箱過同款物買藍包 現在又有一個鱷魚批款 原來包包鞋子都要包色 只是回過頭來 版媒透露起初接到邀約有些抗拒 就是賺我們的錢買這些東西 就是酸民的思維 可是你不能這樣講 因為通常會講這些 他都沒有跟你同過場 對啦 版媒平常也不會去炫這個 雖然酸民滿科滿古 但這類浮誇開箱 似乎真的是流量密碼 版媒第一集半個月觀看次數64萬 第二集上線半天就已經14萬 同個節目先前點閱也很高 森田的億萬豪宅裡頭的包包也是全套買 影片觀看近50萬次 還有王思佳也揭秘自己的家 這個展示空間呢 我就決定要來把我很多很漂亮的包包 我想讓他們集結成對 每個包款琳琅滿目空間 也走華麗誇張路線 畢竟每天生活的空間 自己過得舒服最重要 拍成影片讓觀眾一虧民心日常 你可以自己換的也就是說 我不想要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